新北市的新住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1万人 新北政府开设了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班 提升新住民在台湾生活的适应能力 今天首次举办了辅导班 联合结业典礼还有成果展示 由市长侯友宜颁发学员结业证书 展出了学员作品 也有精彩多元文化表演 相互的分享学习心得还有生活典地 在台上卖力演出泰国舞蹈 新住民来台也把家乡文化带到台湾 定居新北市的新住民超过11万人 新北市民政局开设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班 16号上午举办辅导班联合结业典礼和成果展 市长侯友宜也到场 我们有7个新住民的学习中心 各位可以随时去学习 今天的生活事业舞 辅导班 就是我们的起点 下一代的新住民永远是最有竞争力的 市长一定会跟新住民站在一块好好做事 辅导班课程多元 教授国语和台语 从基本的认识台湾 地方风俗民情 人身安全等等 也可以学习到遭通法规 不仅增加知识 还可以和不同国家的新住民交流 分享生活点滴 加速适应新环境 大家好 我是乌萊姨 他觉得辅导班很有趣 很多美劳课 他很喜欢 老师就是教我们很多 就是台湾的生活 还有什么 教你照顾小孩 辅导班成果展 新住民展现创意 有各种不同的手工作品 也展现多元文化碰撞出灿烂的火花 记者复杂商是奎一新北朝有报道 记者复杂商是奎一新北朝有报道